第五十四集 我想 麦奇家的傻瓜儿子已经升天了 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明亮的星星挂在眼前 是沉重的身躯叫我知道自己还活着 我从碎石堆里站起来 扬起的尘土把自己给呛住了 我在废墟上弯着腰大声咳嗽 咳嗽声传开去 消失在野地里 过去 在这里不管你发出什么声音 都要被关寨高大的墙壁挡住 发出回声 但这一回 声音一出 便消失了 我侧耳倾听 没有一点声音 开炮的人看来都开走了 麦奇一家 还有那些不肯投降的人 都给埋在废墟里了 他们都睡在炮火造成的坟墓里 无声无息 我在星光下开始行走 向着西边我来的方向 走出去没多久 我就被什么东西绊倒了 起身时 一只冷冰冰的枪筒顶在了脑门上 我听见自己喊了一声 砰 我喊出一声枪响 便眼前一黑 又一次死去了 天亮时 我醒了过来 麦奇吐司的三太太 秧宗 正守在我身边哭泣 她看见我睁开眼睛 便哭着说 吐司和太太 都死了 这时 新一天的太阳 正红彤彤地从东方升起来 秧宗也和我一样 从碎尸堆里爬出来 却摸到解放军的树营地里了 红色汉人 得到两个麦奇吐司家的人 十分开心 他们给我们打针吃药 叫他们里面的红色藏人 跟我们谈话 他们对着麦奇观寨 狠狠地开炮 却又殷勤地对待我们 红色藏人对我们说啊说啊 但我们什么都不想说 想不到这个红色藏人最后说 按照政策 只要我们依靠人民政府 还可以继承麦奇吐司位子 说到这里 我突然开口了 你们红色汉人不是要消灭吐司吗 才没有消灭以前 你可以继续当吗 这个红色藏人说了好多话 其中有我懂的 也有我不懂的 其实 所有这些话 归结起来就是一句 在将来 哪怕只当过一天吐司 跟没有当过吐司的人 也是不一样的 我问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总算明白了 队伍又要出发了 解放军把炮从马背上取下来 叫士兵扛着 把我和秧宗扶到了马背上 队伍向着西面围移而去 翻过山口时 我回头看看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看看麦奇吐司的关寨 那里 除了高大的关寨已经消失以外 并看不出有多少战斗的痕迹 春天 正在染绿果园和大片的麦田 在那些绿色中间 吐司关寨 变成了一大堆石头 第一处 是自身头下的阴影 高处 则灰映着阳光 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望着眼前的景象 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一小股旋风 从石堆里跋升而起 带起了许多尘埃 在废墟上盘旋 在吐司们统治的河谷 在天气晴朗 阳光强烈的阵舞 到处都可以遇到这种 陡然而起的小小旋风 裹挟着尘埃和枯枝败叶 在晴空下舞蹈 今天 我认为 那是麦奇吐司和太太的灵魂 要上天去了 旋风越旋越高 最后 在很高的地方炸开了 里面 看不见的东西 上到了天界 看得见的是尘埃 又从半空里跌落下来 照住了那些 累累的乱石 但尘埃 毕竟是尘埃 最后 还是重新落进了石头缝里 只剩寂静的阳光 在废墟上闪烁了 我眼中的泪水 加强了闪烁的效果 这时候 我在心里叫我的亲人 我叫道 阿爸呀 阿妈呀 我还叫了一声 二一呀 我的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楚 队伍拥着我翻过山梁 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留在山谷里的人还等在那里 给了我痛苦的心里一些安慰 远远的 我就看见了搭在山谷里的白色帐篷 他们也发现了解放军的队伍 不知是谁向着山坡上的队伍放了几枪 我面前的两个红色士兵哼了一声 脸冲下倒在地上 血慢慢从他们背上渗出来 好在只有一个人放枪 枪声十分孤独地在幽深的山谷里回荡 我的人就呆呆地站在那里 直到队伍冲到了跟前 枪是管家放的 他提着枪站在一大段倒下的树木上 身姿像一个英雄 脸上的神情却十分茫然 不等我走近 他就被人一枪托打倒 结结实实地捆上了 我骑在马上穿过帐篷 一张张脸从我马头前 滑到后面去了 每个人都呆呆地看着我 等我走过 身后便响起了一片哭声 不一会儿 整个山谷里都是悲伤的哭声了 解放军听了很不好受 每到一个地方 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大声欢呼 他们是穷人的队伍 天下占大多数的 都是穷人 是穷人 都要为天下 终于有了一只 自己的队伍大声欢呼 而这里 这些奴隶 却大张着鱼不可及的嘴 哭起他们的主子来了 我们继续往边界上进发 两天后 镇子又出现在我们眼前 那条狭长的街道 平时总是尘土飞扬 这时也像镇子旁边那条小河一样 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息 队伍穿过街道 那些上着门板的铺子里面 都有眼睛在张望 就是散布梅独的妓院 也是前所未有的安静 解放军的几个大官 住在了我的大房子里 他们从楼上 望得见镇子的全部景象 他们都说 我是一个有心脑子的人 这样的人跟得上时代 我对他们说 我要死了 他们说 不 你这样的人跟得上时代 而我觉得 死和跟不跟得上时代 是两码事情 他们说 你会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好朋友 你在这里从事建设 我们来到这里 就是要在每个地方 都建起这样漂亮的镇子 最大的军官还拍拍我的肩膀 当然 没有鸦片和妓院了 你的镇子也有要改造的地方 你这个人 也有需要改造的地方 我笑了 军官抓起我的手 使劲摇晃 你会当上麦奇吐司 将来革命形势发展了 没有吐司了 也会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但 我已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我看见麦奇吐司的精灵 已经变成一股旋风飞到天上 剩下的尘埃落下 融入大地 我的时候就要到了 我当了一辈子傻子 现在 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 也不是聪明人 不过是在吐司制度 将要完结的时候 到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来 走了一遭 是的 上天叫我看见 叫我听见 叫我置身其中 又叫我超然无碍 上天 是为了这个目的 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 书记官 坐在他的屋子里 奋笔集书 在楼下 有一株菩提树 是这个没有舌头的人 亲手栽下的 已经有两层楼那么高了 我想 再回来的话 我认得的 可能就只有这棵树了 从北方 传来了 融共吐司 全军覆灭的消息 这消息 在我的心上 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澜 因为在这之前 麦奇吐司 也一样灰飞烟灭了 一天 红色汉人们 集中把吐司们的消息 传递给我 他们要我猜猜 拉雪巴吐司怎么样了 我的朋友会投降 对 他为别的吐司 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而我的看法是 拉雪巴吐司 知道自己是一个 弱小的吐司 所以他就投降了 当年 我给他施一点压 就叫他弯下了膝盖 而不像汪波吐司 一次又一次拼命反抗 但出乎意料的是 汪波吐司也投降了 可笑的是 他以为吐司制度 还会永远存在 所以便趁机 占据了一些 别的吐司的地盘 其中 就有一不存在的 麦奇吐司的许多地盘 听到这个消息 我禁不住笑了 还不如把塔纳抢去 实在一些 红色汉人也同意 我的看法 就是那个 最漂亮的塔纳 看看吧 我妻子的美名 传到了多少人耳朵里 就连纯洁的红色汉人 也知道她的名字了 是的 那个美丽的女人 是我不忠的妻子 我的话 使这些严肃的人也笑了 塔纳要是知道 汪波吐司投降了 可能会去投奔她 重续旧情 现在 再也没有什么挡住她了 在荣共吐司领地上 得胜的部队 正从北方的草原 源源开来 在我的镇子上 和从东南方过来 消灭了麦奇吐司的部队 会失了 这一代 已经没有与他们为敌的吐司了 荣共吐司的抵抗 十分坚决 只有很少人 活着落在了对方手里 活着的人 都被反绑着双手 带到这里来了 在这些人中间 我看到了黄师爷和塔纳 我只给解放军说 那个女人就是我妻子 他们就把塔纳还给了我 但他们不大相信 名声很响的漂亮女人 会是这副样子 我叫桑基捉骂 把他脸上的尘土 血迹和泪痕洗干净了 再换上光鲜的衣服 他的光彩 立即就把这些军人的眼睛照亮了 现在我们夫妻又在一起了 和几个妖别手枪 声音洪亮的军官站在一起 看着队伍从我们面前 开进镇子里去 而打败了麦奇吐司的队伍 在镇子上唱着歌 排着队等待他们 这个春天的镇子十分寂寞 街道上长满了碧绿的青草 现在队伍开到镇子上就停下来 踏步唱歌 这些穿黄衣服的人 把街上的绿色全部淹没了 使春天的镇子 染上了秋天的色调 我还想救黄师爷 我一开口 解放军军官就笑着问我 为什么 他是我的师爷 不 这些人是人民真正的敌人 结果 黄师爷给一枪绷在河滩上了 我去看了他 枪弹把他的上半个脑袋都打飞了 只剩下一张嘴巴 咬了满口的沙子 他的身边 还趴着几具白色汉人的尸体 晚上 塔纳和我睡在一起 他问我是什么时候投降的 当他知道我没有投降 而是糊里糊涂被活捉时 就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 泪水 落在了我脸上 傻子 每次你都叫我伤了你 又叫我觉得你可爱 他真诚的语气打动了我 但我还是直直地躺着 没有任何举动 后来 他问我是不是真不怕死 我刚要回答他又把手指头竖在我嘴前 好好想想 再回答我吧 我好好好想了想 又使劲想了想 结论是 我真的不怕 于是 他在我耳边轻声说 天哪 天哪 我又爱你了 她的身子开始发烫了 这天晚上 我又要了她 疯狂地要了她 过后 我问她是不是有霉毒 她咯咯地笑了 傻子 我不是问过你了吗 可你只问了我怕不怕死 死都不怕 还怕没毒吗 我们两个都笑了 我问塔纳 她知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 回答是不知道 她又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明天 明天 两个人又沉默了一阵 然后 又笑了起来 这时 曙光已经穿过窗帘 落在了窗前 还要等到 下一次太阳升起来 我们多睡一会儿吧 我们就背靠着背 把被子裹得紧紧地 睡着了 我连个梦都没有做 醒来已经是中午了 我趴在栏杆上 看着镇子周围 越来越深的春天的色调 便看见麦奇家的仇人 那个店主 正抱着一坛酒 穿过镇子 向这里走来 看来 我已经等不到明天了 我对妻子说 塔纳啊 你到房顶上看看 镇子上人们在干些什么吧 傻子呀 你的要求总是那么荒唐 但你的语调 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 我就上房顶 替你去看看吧 我重新回到屋子里 坐下不久 就响起了敲门声 是我的命来敲门了 敲门声 不慌不忙 看来我的店主朋友 并没有一位弟弟 从杀手摇升一遍 成为红色藏人 就趾高气扬 他还能谨守 红色汉人 没来以前的规矩 门虚掩着 他还是一下又一下 不慌不忙地敲着 直到我叫进来 他才抱着一坛酒进来 他一只手抱着酒坛 一只手放在长袍的前巾底下 少爷 我给你送酒来了 放下吧 你不是来送酒的 你是杀我来了 他手一松 那坛酒就跌在地上粉碎了 屋子里立刻就充满了酒香 真是一坛好酒啊 你的弟弟是红色藏人了 红色藏人是不能随便杀人的 复仇的任务落到你头上了 这是我最好的酒 我想好好请你喝一顿 来不及了 我的妻子马上就要下来了 你该动手了 他便把另一只手 从长袍的前巾下拿出来 手里是一把亮晃晃的刀子 他苍白的额头上浸出了汗水 向我逼了过来 等等 我自己爬到床上躺下来 这才对他说 来吧 他举起刀子 我又一次说 等等 他问我要干什么 我想说酒真香 说出口的却是 你叫什么 你的家族姓什么 是的 我知道他们两兄弟是我们麦琪家的仇人 但却忘了他们家族的姓氏了 我这句话 把这个人深深地伤害了 本来 他对我说不上有什么仇恨 但这句话 使仇恨的火焰 在他眼里燃了起来 而满屋子弥漫的酒香 几乎使我昏昏欲睡了 刀子 锋利的刀子 像一块冰 扎进了我的肚皮 我痛 但是冰冰凉 很快 冰就开始发烫了 我听见自己的血 滴滴答答地 落在地板上 我听见店主朋友 哑声对我说再见 现在 上天啊 叫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神灵啊 我身子正在慢慢地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干燥的 正在升高 而被血打湿的那部分 正在往下陷落 这时 我听见了妻子下楼的脚步声 我想叫一声她的名字 但却发不出什么声音了 上天啊 如果灵魂真有轮回 叫我下一声 再回到这个地方 我爱这个美丽的地方 神灵啊 我的灵魂终于挣脱了流血的躯体 飞升起来了 直到阳光一晃 灵魂也飘散 一片白光 就什么都没有了 血滴在地板上 是好大一汪 我在床上变冷时 血也慢慢地在地板上 变成了黑夜的颜色 赢得一点点 如果是对我来说 感谢观看